年轻我跟那些女孩提起A.C.米兰 她们以为是什么服装的牌子 你也喜欢A.C.米兰 我都爱死她们了 真的啊 你不是说帮我洗脖子去了吗 哎呀 我都忘了 就顾跟你说话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可以适当地做一些恢复性的移动 不爱是A.C.米兰 已经上岁数了 来 我贿赂贿赂你 快告诉我 到底急不急 医院有规定 不能要病人的东西 这也算啊 你们也太循规蹈矩了吧 谢谢 谢谢 我真的不迟了 我还得接着去查房呢 今天她要做一些检查项目 你就不用跟着了 过会儿我让护士来带她去就行了 好 对了 另外你要有时间的话 多给她做一些头部的按摩 来 比如说在头部的这个太阳中心靴 头顶的这两个靴 和头后面这两个靴 像这样 这儿 对 用大拇指这样摁着 这样轻轻揉 多揉揉 这两个靴 还有头顶这两个靴 对 多揉的话 注意她头 头部的血液循环 对她恢复有帮助 行 行 我知道了 好 好好休息 对了 那个视频你把它保存了 回头我想看 没问题 好 谢谢啊 再见 来 吃水果了 什么视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说了你也不懂 怎么了 又不舒服了 人家不吃了想起我了啦 小心痒 你说什么 人家是你的主治医生 人家是你的主治医生 我不对人家好点 人家能给你好好治吗 这我倒没听说过 我还得会了医生 他才给我治病啊 找他们去 给我换个医生 我怎么不知道 你在这家医院还有股份啊 原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喂 喂 不吃我吃了 喂 老子 你看没看见我那份资料啊 什么资料啊 不是 就是那个彩页的 国外的那种的 我没看见 你那些东西我不感兴趣 我这着急用呢 谁让你乱放来着 你自己再找找吧 我有事呢 可能在书件上 听见没 你听什么啊 我不用了 你把狼狼我发现了 你 wie吗 你还不懂 我这一段行 我 zosta约里面 我帮你 许多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哪儿了吗 女女儿她出去了 已经出去半天了 是我老婆 对不起 你们这些女孩可真够能干的 把我们男人都比得没自信 别当心啊 女人太强可不好嫁了 不过你不用着急 你还年轻吧 我都快三十了好不好 哪有啊 你看着可比你十几年龄小多了 说真的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才刚大学毕业的 要不然我怎么会以为 你是江熊飞的女儿呢 你醒了 你对我真好 我刚睡着你又跑着 我见人家电脑发个邮件 客户等着要呢 真对不起啊 我不是她父亲 我是她老公 失望了吧 说什么呢 跟人家说得着吗 当然说得着 你是谁老公啊 你承认吗 你跟我扯正了吗 你说什么 李登陋 你把话说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你 你把话说清楚 你想干吗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干吗呀 你必须把话说清楚 好好好 说得先干什么 你们还敢动手打我 还动手打我 还动手打我 快点动手 来 林大夫 你疯了你 林大夫 怎么样 没事吧 来 起来 慢点 这件事啊 林大夫说不用报警了 负责啊 我们要追究责任的 我看这样吧 你们把今天的液体素外啊 赶紧搬出院手续口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就跟林大夫说 林大夫道歉去 不用了 林大夫已经请假回家了 林大夫已经请假回家了 程大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问他 我看他就没脸说 你有脸做我还能没脸说啊 我做什么了 你捉着我们干吗了 上床了 要上床了我就不止打他了 你真想打的人是我吧 你瞧你见着他 冲着他笑的那个样 哪样了 我笑下怎么了 还不许我冲人家笑了 不 你见着我怎么就没那么笑 咱俩都什么关系了 你还要我怎么笑啊 谁知道什么关系啊 谁知道你跟别人还有什么关系啊 你 对 反正我是单身 我乐意跟谁有关系 我就跟谁有关系 你管得着吗 我可不像你 有老婆孩子 来到处滚小姑娘 你算什么好东西啊 我告诉你 咱俩都是有钱科的人 谁也别说谁 你说谁有钱科 合着打电话把我叫过来 把我当空气的 什么年龄 什么岁数 岁数一大把 说的是人话 我都替你丢人 我天天守医院照顾你 还得操心公司的事 你呢 天天疑神疑鬼 对我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来 得 这人跑了你踏实了 我也不是不相信他 可是 可是我睁开眼睛 连杯水喝都没有 所以看我睡着了 拍拍屁股就出去了 你说那我 得得得得打住 打住 你们俩从今以后 爱怎么闹怎么闹 我不管你们这破事 我刚跟小蕊他们娘们俩 前过面 丽如姐打算把房子 分租出去 你不是说好了 要管他们生活的吗 你不是说好了 要给他们钱吗 你给了吗 钱给哪儿去了 是 行为上是给了 可是你给的真诚吗 我告诉你 给的够真诚的话 他们娘俩过着现在的日子 我告诉你 早就接受你这笔钱了 他们现在怎么样 你问我 自己看去 一会儿先送你回家 我还得去趟公司 有个项目在沟通上出了点问题 对方太着急 老是要求进度 你告诉他们 急没有用 必须先把方案确定下来 最近咱俩都很少在公司 人家可能误会 咱们对这个项目不够重视了 那你这样 把电话给我 我给他们老总打一个 算了 我昨天刚谈妥 敲定了日期 这回你又追着电话过去 反而让人家多想 你刚那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公司以后的事情 不用我管了是吗 随便 没人拦你 怎么了 又不舒服了 我最近确实干了不少的荒唐事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那以后你能改改吗 我又不是件东西 贴上标签就是你的了 我也需要正常的交际生活 走啊 妈 回来了 妈 江先生 好 您出差回忘了 小范 这是我儿子 你看像不像 真像 小范的 今儿多做俩菜啊 我儿子爱吃回锅肉 冰箱里还有虾呢 一块做做啊 哎 知道了 妈 谁啊 嘿嘿 你给我找的保姆啊 你没见过他呢 这回找的保姆可不错啊 又出差两天 你看都瘦了 是不是在外的吃不好啊 这回啊 让你尝尝小范的手艺 你这回我找的保姆 还真不错啊 人干净 做饭也好 符合咱们家的口味 脾气也好 炒得真不错 还会用血压剂的 特好 是吗 妈 我给你加点水下 去去去 来 往哪儿 哪儿 张小姐带着来的 江先生 是的 张小姐说您出差了 让我来照顾照顾老太太 收拾收拾屋子 做做饭什么的 我跟张小姐还交代 她让我每周洗一次衣服 打扫三次房间 她还每天打电话告诉我 买什么菜做什么饭 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做的 对了 张小姐还教我用血压器呢 她让我每天给老太太量血压 提醒她吃药什么的 张小姐还交代 她说不让说认识她 得说您找我来的 这样老太太更高兴 她还说 让我多陪老太太聊天 别让她一个人待着 行 帮忙忙 来 小姐 小姐 谢谢你替我照顾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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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替我照顾老太太